海岸山脉北顿最高峰巴里湾山是阿美族文化发源地 族人称之为奇拉雅山圣山 为了改善并维护族人寻根祭祖的场域 圆明会与花莲领馆处封冰箱公所共同推动 证明既既有石碑调整计划 去年年底一发包后 今天上午特别由头目及各纪念碑的代表人 以传统祭祀的方式祈求开工顺利 开工说明会 封冰箱总头目黄欣喜 格马兰组总头目潘春福 依照传统记忆召告祖邻 祈福功成平安顺利 圆明会花莲领馆处与封冰箱公所 继续推动圣山正名大有进展 圆明会副主委林毕霞 立委政天才都抱于正面肯定的态度 希望各部落族人一起努力 找回部落山川西谷的名字 有机会到圆明会去服务 我们也希望我们再一次强调 我是阿美族 我们来发展阿美族的文化 我们来发展阿美族的产业 我们一起来努力 更要了解认识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 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但愿我们从中央到地方到部落 我们共同的继续的来努力 阿美族圣山正名推动小组 在去年决定纪念碑排列样式后 昨天也完成了18个纪念碑的序号筹签 冯冰厂长蒋礼婷表示 除了建构安全的技术场域 另外也加强巡根步道的环境维护 打造一条青山与具有文化意义的登山步道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要更努力 来把这个所有的事情一一的来完成 没有办法很快的完成 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一条心 我相信这个圣山的这个一个认证 一个发源地未来会发扬光大 吉兰阿山阿美族圣山既有纪念碑调整工程 顺利跨出第一步 乡长江丽婷感动致谢 各界的支持协助 并表示乡公所将依照短中长期规划 逐步来推动完成 也希望中央相关部会及县政府 对计划经费的缺口能持续的支持协助 记者是玉兰风斌采访报道